房贷金融巨头联邦助房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宣布 美国房贷利率5月份出现小幅上升 以30年固定利率房贷为例 平均上涨到6.39% 相较于一周前的6.35% 是自4月以来的首度回升 换句话说 这是自3月起 地区性银行倒闭风暴 导致房贷利率一路走低之后的第一波回升 且背后的支撑原因之一 就是联准会已经暗示 5月份加息可能会是最后一次 有鉴于此 对于大多数的房贷申请人来说 不只要开始准备申请文件 更重要的是 要先搞懂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 两者之间的差别 以便做出最合适选择 美国的房屋贷款通常有分固定利率跟浮动利率 固定利率有30年固定 20年固定 15年固定 甚至是10年固定 那浮动利率通常有3年5年7年 或者是10年固定 那顾名思义固定利率 它的利率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选择的是30年 那么30年的期间呢 它的利率都是固定不变 那么贷款人也可以很准确的知道 他每个月需要支付的贷款金额是多少 那浮动利率呢 顾名思义它就是浮动的 OK 那它在那个浮动利率呢 它会有一个锁定固定利率的期间 假如你选择的是7年固定 也就是说在前7年 这个利率都是不会变化的 不管市场的行情利率是变高或是变低 它都不会改变 但是在第8年开始 它就会随着市场的行情的变动而变动 且面对部分地区房价 已从疫情开始 一路下跌到2023年上半年 还累计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大跌幅 这不只激励了一批不小的潜在买家 对处于观望或准备抢先进场的投资人来说 就要特别注意利率变化的大趋势 假如你选择的是3年固定利率 那么前3年的利率是固定不变的 不管市场的行情是往上还是往下 这3年都是维持稳定的利率 到了第4年开始 根据市场的行情 假如当时的市场利率是往上的 那么你的利率就有可能会增加 那贷款的金额也会增加 贷款人在选择浮动利率的时候 是要考量一下目前的利率环境的 假如目前的利率是处在于历史的低点 那么利率是有可能往上攀升的 那么我们会建议贷款人选择物定利率 如果目前的利率是处于历史的高点 那么他有可能往下调降 那么贷款人应该要考虑浮动利率 因为等到利率调降下来的时候 贷款人是可以做重新贷款的 至于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 哪一种最适合房贷申请人 根据2021年大数据 美国房屋的平均持有年限大约为13年 且非常容易因为财务状况 工作机会以及个人生活而发生变化 第一个就是贷款人应该要去考虑 他预定持有房子的年限是多长 假如他打算长期持有 那么我们会建议他选择固定利率 假如他是在短期内 只是做一个短期的投资 或是他有可能去换到更大的房子 那他其实是不需要选择30年固定的利率的 因为通常浮动利率 他的初始利率是比较低的 那如果你在3到7年内 你可能就把房子卖掉了 你也不会有利率浮动的考虑 且面对买房过程中始终激烈的竞价过程 如何才能向银行争取到更多帮助 并可更有信心的向卖家展示足够的购买力 以顺利争取到谈判优势 保富银行专家则建议应争取银行预先审核 先找一个银行去做一个预先审核 其实是可以减少你看房所花的时间跟精力 也可以缩小你看房的范围 那再来就是说 你在跟银行的贷款经济讨论的时候 贷款经济会需要先了解你目前的收入状况 再来就是你的存款余额 然后第三个非常重要就是你的信用报告 我会建议贷款人先去查询一下 自己目前的信用报告记录 看看有没有持缴的记录 或者是有任何的信用卡忘记缴纳了 此外购房投期款的多寡 同样对房贷成本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不只会直接影响到可提供的最大贷款额 且银行在审核贷款时 还会特别考虑申请人 在扣除掉投期款之后的财务状况与风险等级 连带调整还款金额与利息支出 我们建议客人至少准备20%的投款 因为如果你的首付低于20%的话 银行的风险其实就提高 通常如果你的首付比例越高 银行的风险也相对降低 所以审批相对容易 然后银行也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利率 如果你的首付的比例比较低的话 那你相对贷款的金额也就变高了 以后每个月的月工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但是低首付这个情况 其实是蛮适合年轻人 他一开始他个存款不足 那可是他又想要提早买房 他可以使用这个低首付这种贷款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 来自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的新数据 新单户住宅的开工率已经开始回升 且连带建筑商信心也出现上升 两者都说明了 长期持续的住房需求 仍会不断的刺激买气 有鉴于此 贷款申请人都应该 与专业且优质的银行 保持长期良好的信贷关系 我们要提醒贷款人 一定要跟你的贷款经纪 详细咨询各项可能发生的费用 银行各项审核的要求 甚至是您的信用报告的状况 另外我们也建议你可以先上网 去查询一下您的房产 是不是有足够的净值 可以来做重新贷款 那我们保费银行 所有的房贷专员 都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加入您有各种贷款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欢迎您到我们各个分行 做免费的咨询 强调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的新报告 明确指出 4月份代售住宅已回升到104万户 且是连续5个月市场供不应求 且销售价格中位数也回落到38.88万美元 创下11年来新低 有鉴于此 对于有贷款需求的申请人来说 更要提早做好准备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4月1日 0月1日